有四种常吃的蔬菜正在偷偷升高您的尿酸 痛风病人一定要少吃 朋友们好,我是李医生 近几年呢,高尿酸已经成为既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之后的第四高 成为高速增长的常见的富贵病之一 人们常说呢,尿酸高或者痛风,更多注意呢,饮食的控制 大家都知道,抽烟、喝酒等等行为都是痛风患者不能做的事情 还有一些高飘量的食物,比如动物肋脏、海鲜等也是不能碰的 其实呢,除了以上这些大家所熟知的高飘量食物之外 还有些蔬菜的飘量含量也不低 如果不注意的话呢,吃多了也会加重您的病情 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来盘点一下那些高飘量的蔬菜 第1类,菌菇类 菌菇类也是不少人非常喜爱的蔬菜 比如香菇、金针菇、蘑菇等等 味道鲜美、营养价值呢,也极高 但是其中的香菇含有的飘量物质呢,也是意想不到的多 每100克香菇当中,大约含有呢,214.5毫克的飘量物质 即便是金针菇呢,每100克也含有60毫克的飘量物质 属于呢,中等飘量含量的食物 为了您自己身体的健康 这几种菌类的菜呢,尽量减少食用 尤其是犯有痛风的人 第2种,欧芹 欧芹呢,是一种营养成分很高的方向蔬菜 其中胡萝卜素呢,以及微量原素C的含量比较高 而且欧芹叶呢,可以除口臭 如果您吃了葱和蒜之后呢,吃上一点欧芹叶 可以消除口香当中的异味 然而呢,营养如此丰富的欧芹 它的飘量含量也不低 痛风的患者不能多吃 第3,菠菜 菠菜呢,是有营养模范生的称号 它含有丰富的类胡萝卜素、维生素C等等 是叶黄素的最佳来源之一 菠菜的蛋白质含量远高于其他蔬菜 尤其是维生素C,在叶类菜当中呢,含量最高 第4,芦笋 芦笋呢,虽然有人体所必需的多种氨基酸 但是其中的飘力呢,含量也比较高 而且呢,新鲜的芦笋当中 不容性的草酸含量也不少 痛风的患者呢,少吃为好 以上的这4种蔬菜呢,痛风患者 切记少吃 而且平常的生活当中,多喝点白开水 白开水的渗透压最有利于 溶解体内多种的有害物质 也可以呢,吸食尿酸加速排泄 使得尿酸的水平下降 对患者的病情有好处 好了,朋友们 看完今天的内容 请帮你一声点赞分享 感谢您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